李先生之前在嘉兴同乡一家服装加工厂上班 主要负责收发货 十月底因为工作失误丢了工作 这个月三号李先生找到厂里结工资 可他说老板让他舔烟灰 当时我就抽了一只香烟 抽了一只香烟 后面就是另外一个老板叫何啸斌 他跑过来说 他如果说这不准抽烟 不准抽烟我就把烟灰采放地上采面 他说不行了这样 我用手跟他擦干净 我说可不可以了 舔掉 就是这样 要我把烟灰填掉 当时工资还没拿 最后烟灰填了吗 填了 当时我还没拿工资 李先生说自己填完烟灰之后 拿到了五千块钱的工资 可回去之后心里越想越不舒服 您自己下了身也能过得去吗 这下 肯定过不去了 心里越想越不舒服了 也就是为了钱嘛 不是为了这个钱的话 谁去找他呢 也不会有这个事情 而且这个钱是我舔完烟灰之后 他给我的 李先生带着记者找到了服装加工厂 见到了那位何老板 怎么可能 他是喝了酒 来聚中奥市 酒喝了很多 过来了 我也 我从外面回来 他喝了酒 在场里面大吵大闹 你睡睡得了 这个警察也来了 这个当时警察也在 对 我说抽烟 我们这边要吸烟 都写的 要罚五百块钱 他这个扔掉了 扔掉了 我说不行 你要拿掉 他说要不我来舔 那你舔了 我来拦着他们 对吧 那酒一喝多了 酒我喝了 10也是我打过来的 喝了多少酒 没喝多少酒 何老板提供了 当天拍摄的视频 你要嫌我有命 你还是用这话去说出来 你们这种 这种不是别人的 我在这里抽着了 也会谈到这里 然后呢 你烦了吗 你玩 怎么玩 你怎么玩 你反而你的出去 你点不住吗 你信不信了 你信的话你过来上 现场何老板拨打了派出所电话 过了一会儿 四名辅警赶到现场 其中两位辅警 三号那天也在现场 都在漆头上 说了这样 就 你 你尽快过来 就他弄干净了 也没说让他舔 就说你弄得干净就好 他好像请假三天 然后他就自己就 就拍下去舔了 差不多这样 你强子逼迫你贴 没有 这 我也 刚才我也 我也说了 没有强子的 但他说 说这个话 他也说了 之后 梧桐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后 将两人带回所里进行协调 后来记者了解到 双方没有协调好 1818黄金也就这报道